大家好,欢迎回到你望向编辑部的小星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刘生,做我们的新西兰意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在加密浪热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对于政府宣布取消安心出行这件事 看到很多本来都说这件事会大监控他们 迫于无奈才要用 而得快点删除他 删除他或者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尤其是最有空的年灯仔马上在年灯里说 好开心 终于没有了这个安心出行 不过有些人会说 不要啊 别这么开心 还有疫苗通行症 还是要打针 然后拍了很多年灯少少的符号 变成了哭 或者是猪头哭的公仔 这些都在做 不 还要打针 然后叫大家不要开心得这么早 吃东西都是需要的 他们都说什么时候没有疫苗通行症 然后很愤怒 有这样的呼声 很大 那个呼声 你不上年灯就不知道年灯仔什么 其实那些年灯仔都是围住在里面 哇 现在他们有新东西围 现在就个个大赞这位 哎呀 爱国议员江玉宽女士 是啊 哇 真是惨 即刻封她为 其实这帮 女神 女神 变心变得多快 没几天前 还是麦明斯是年灯女神 突然间就被江玉宽 火速取代 但是大家看这张图 不是说 哦 因为发现到要跳钢管舞 不是 不过呢 他们又说要拿这张照片来J 那什么叫拿来J 就自己 救命 自己上网查什么叫 潮月 拿来J 不知道J什么 昨晚就应该 J爆了 J到借了 突然间要拿江玉宽这张钢管舞的照片出来 即是立即见到江玉宽这样说 很开心 就要封他做女神 找些东西出来J 听他的声音 一边听着他加密音声去J 哇 真是惨 那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对于撤销了安心场之后 就间接来说都算叫做零家零 不过江玉宽议员 一向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之感言的小辣妹 小辣妹 他就对于 妹呀 不行 练得就是妹 不行 练得仔 这次放宽 就不是叫做一大步 不够宽 即不是江玉宽 不够像玉宽那么宽 他不是那个宽松 他都不太欢喜了 他都觉得相关的措施 都是减低了港人外游的成本 间接来说 经济方面也不是那么划算 我们严肃点去看这件事 他也有道理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当局仍然要维持疫苗通行症 既然旅客可以进入食肆 为什么未打齐针的市民 活动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为什么政府不肯放过这些人呢 接着连登仔就说 是呀 说的是我呀 我呀我呀 我还没打的 那些猪头就出来了 那些猪头就出来了 哇呀哇 即是你姐姐也没有这么支持他 支持光阳欢支持到 然后有些媒体就问了 郭文芳說你是不是這樣說呀 寬妹 簡直不收貨 一天未適度撤銷疫苗通行證都是沒用的 舉例說 部分場所已經沒有人去做被動核查 但未打針的市民法例上仍然不能進入 這些場所擔心就被他們淚死 那些黃店那些 耶耶耶 立刻在連登上耶 哇 開心到 開心到 有些人說阿歡 那些人寫著喜歡你 還有連登仔都說 現在民主派沒有了 死青光了 現在只有歡姐走到最前 為連登說話 很棒 大家看看她的樣子 她的雙眼皮很漂亮 頭髮染得很好看 嘩 什麼都順眼了 變心變得這麼快 不要緊 她們忌情所託 有些人給她看 好過去看陳淑莊 支持她 支持她 繼續抗爭 香港人要掙扎 那些 別這樣了 我們先看看這件事 其實疫苗通行證 是否撤銷了她會最好呢 還是政府想要再在這段時間 令到疫苗的總率 就再有一個 叫做放昏疫苗通行證之前的提升 就快有機會會放了這個疫苗通行證 但是放之前 是否應該被一炮過呢 那些人 哎呀 雖然沒有了安心出行 但是我也是 算了算了 打完針了 我跪下了 我也是去打了 即是不像那些連登 死硬派那樣 我覺得分別都不大 你那些死硬派永遠都是死硬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他們就會打完她呢 是不會的 我想到一個綏 一個絕世好橋 就是叫江玉歡勸他們打針 可以的 勸過吧 再勸一次 現在跟他們說 女神說話你要聽 歡姐叫你打針 你打完針 即是疫苗通行證 有機會會廢除 連登仔乖 整個江玉歡那些貼紙 頭像 在連登大洗版 嘩 這樣迫到他們打了 不知道江玉歡之前打針的時候 有沒有拍下照 再把你的照片放在連登 這些給他們做J圖 J圖 不是J圖 J圖 J圖 你打針 我打針 即是打針都不用怕 你們學我這樣吧 好嗎 可以的 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看到海外抵港的人士 已經不再使用黃馬 而且江玉歡也提出一點 令黃友和連登仔相當興奮 也批評特區政府為何不撤銷戶外的口罩令 因為有些真的在外國回來香港 例如有些在加拿大 我看他們回來 最不習慣就是要戴口罩 因為一呼氣吸氣的時候 就令眼鏡完全蒙 完全蒙 是的 我自己都戴眼鏡 每次呼氣吸氣都令眼鏡完全蒙 有點麻煩 不過有個口罩 就可以阻礙到病毒傳播 我自己都戴慣了 一放下都害怕 我自己就沒有戴很久 老實說 自從新西蘭沒有了這個口罩令 我馬上就沒有戴很久 但是不戴又是不是很大件事 戴了那個 保護的確是高很多的 都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但是你不戴 因為我自己就不戴了很久 我又並不是覺得分別很大 之後我也有種過 在八月份的時候 種過頭幾天之後 接著我日跡也沒有繼續維持戴這個口罩 我的口罩就放在一旁 很緊張 我們說回江玉寬怎麼說 他說 都不明白為何要用 出事安心出行都覺得煩 來到香港還要戴口罩 為何要這樣 那就再罵了 同意今次放寬 當然是好事 你都強調政府不應該再拘禮於什麼形式 亦都說市民只會看結果 不喜歡再跟政府說話 不過政府經常把保護市民掛在口邊 市民說不用你保護 政府也聽不到 簡直說不出連登仔的心聲 大喊 正啊 我們說話政府不聽 靠你了江玉寬 有些人就說 要反對極權打倒盧寵帽 現在好像江玉寬在議會上 幫他們對抗盧寵帽 即是說話來插盧寵帽 雖然江玉寬沒有直接插局長 不過與大相關 都會覺得是為了他們的發聲 江玉寬也沒有想過 意外成為連登女神 我覺得是連登仔玩東西而已 不過可能又真的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很多連登仔都希望 防疫措施全部沒有他們就最開心 他們想這樣 所以有一個麻煩之處 香港市民來說 有一部分人死硬派不願意打針 某程度上他們是香港建立疫苗 帶給大家保護屏障的一個 算不算是半腳石呢 當然說到底他們不打針 有他們的自由 即是不打的話 如果你們到時有什麼問題出現 也都會成為了醫療系統的負擔 甚至乎你家人的負擔 社會上的負擔等等 究竟是否不負責任呢 還是他們是否應該負責自己的責任呢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部分人 不能夠接種疫苗 所以他們又有這個俗稱免針子 免針子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說 政府的數據方面要清晰一些 清晰得來 要帶給市民才知道 如果市民看不到數據 不懂得很簡單 一看就明白那個數據 那個問題在哪裏 為何那些位置不能夠放寬住 或者我們是否想接種率 再有哪一部分的人 希望得到提升 我們才夠膽放 至少給大家一個目標 我們才知道 沒有理由經常都說 好像江南鳳議員 都說保護市民 保護市民 我夠知道 我自己都懂得保護自己 我比你更害怕 對 沒錯 你告訴我 為何你要保護我 我有什麼需要你保護 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才知道你的苦衷 或者你的問題在哪裏 所以數據方面就要公佈 我看到一些網友 在我們的首播留言區 都提過 哎呀政府沒有 你以為他不想說 如果真的要有這方面的數據 那也不難 只是你怎樣去罵這些數據出來 有機會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資料庫 即是怎樣搜尋一些資料 以及怎樣做一個統計分析 小小的技術 簡單一點的說給大家聽 挺好玩的 對的 沒錯 對的 即是我們那時候經常說 這個叫MySQL 究竟是什麼呢 好有機會再跟大家聊一聊 那一齊 這些連登仔 你在網絡支持江奎歡 你不要走去 他不會再騷擾別人 不是 他在港鐵 他在港鐵 騎著東西跳 不是吧 不要玩 不要啊 你踢到人 哦 你講笑了 你不用去跳鋼管舞 你用力去讀書 或者好一點 支持江奎歡議員 去Facebook 支持一下他 劉夏妍 給一些正確的資訊 江奎歡議員 等他們把你的聲音 帶進議會 或者給他一些好的建議 或者把你的意見 告訴他 看看他怎樣去分析 分析完 然後再給特區政府 或者跟相對的官員 去講 應該怎樣去處理 現在疫情的問題 這樣才是最好 不過你不是去跳鋼管舞 你不斷拿江奎歡議員 照片上來 也沒用 沒用的 你還是要戴口罩 繼續要疫苗通行證 好嗎 連登仔做些實際些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